您的金钱 您的保险 您的选择 AIG 美亚保险 地产理财 移民留学 开始打国际集团 英国打造的全球最大飞行器Airlander首次试飞成功 却在第二次试飞时坠地 8月17号傍晚 一架身长为92米的飞行器 从位于伦敦以北73公里的Partington机场起飞 进行处女飞行 这个庞然大物在花了半个小时在空中盘旋一圈后 安全落地 这架目前全世界最大的飞行器像是一艘超级飞艇 身长92米 比世界上最大的客机空客A380还长18米 但是在起飞过程中比飞机或直升机的噪音要小很多 开发这架飞艇的混能航空交通公司 Hybrid Air Vehicle首席执行官Steven McGlanhan 一直在飞行模拟器上练习操作飞艇 他说飞艇操作非常简单 我们期待这是一个非常平静的飞行过程 不过在时隔一周 也就是8月24号的第二次试飞中 飞艇遭遇意外 撞上了一个电线杆 驾驶舱受到损害 该飞艇制造商发推文表示 在第二次试飞过程中没有人受伤 所有的机组人员都安然无恙 严格来说 Air Lander是飞艇和直升机的综合体 跟一般飞机不同 它不需要跑道 也不局限于在陆地降落 可在水面 冰 沙漠等平面都可以着陆 飞行器载重可达10吨 可改装容纳48名乘客 并连续飞行5天 速度达到每小时148公里 Air Lander的制造商 混能航空交通公司预期 这架飞行器的商业用途 包括休闲航行 持续的空中研究 以及将货物载运至难以抵达的地区 有可能在投入民用前 最先用于石油 机械和矿山运输 或应对灾害地区的挤养运送 这架巨无霸采用最新的材料 配备最新科技 最新的航空电子设备 以及最新的电脑软件 载重10吨的机型 名叫Air Lander 10 该公司也打算开发载重50吨的机型 Air Lander 10最初是为美军而研发 用于空中侦查 但后来美军军费削减 放弃了这项计划 这项计划回到了英国老家 并通过政府和私人募集 获得了后续开发资金